歡迎來到新聞與樂通 我們今天要訪問的明星呢 他是偶像團體的團長 然後呢 又當作家 然後呢 又會主持節目咯 演戲咯 組棒球隊咯 還現在自己當老闆的團長 一個人是怎樣 一天有24小時嗎 三頭六臂嗎 還有個老媽 還有個老婆 他又是愛家 愛老婆的好男人 他怎麼做得到這些的 我們先來請今天的藝人跟我們分享 藝人 羅沛穎 大家好 不過我見到這一個藝人的 第一次印象就是 在一個午餐桌裡面 他坐在我隔壁桌 兩 三隻小貓 他那是夜店咖嗎 是喔 爆料… 這夜店咖並不重要 是因為單次我買的 自身媒體人 美若瑜 謝玲好 妳知道嗎 我早年去國外採訪 看到亞洲的記者 我說我來自台灣 他說 哇 妳認識這誰是誰嗎 我想 天啊 這麼紅嗎 紅到全亞洲去了 真的喔 很厲害 好 自身媒體人 呂文婉 大家好 我想我接觸很多的偶像 老實說 有很多的偶像下了台之後 其實會比較煮臉 可是他讓我感覺 他好像總是有心事 他都好ㄍ 我最好奇想問他 像這麼ㄍ 人家甜蜜得很 永遠都手都抓到老婆 我看著眼淚都要掉下來 來 一人阿飛 這麼嚴重 大家好 我是阿飛 這個人呢 我跟他相處一段時間之後 我發現 而且背得很重 我們來歡迎今天的大帥哥 曾邪志先生 大家好 歡迎 你好 好像學家都碰得到嗎 你是有等他等到天亮回家 還在那邊吵架 對 有 這個是真的有 什麼事情 澀湖車站外面那個 外面不是有個大螢幕 對 大螢幕我也都租好了 哇 時間點算好到那個地方 六點一到我就叫他看 螢幕一播 看完我會跪下來 再當下跟他求婚趕快拍 然後我會放在我的 我會放在我的書裡面 然後呢 結果很棒 什麼都安排好了 訂金什麼也都付了 結果遇到的事就是 好棒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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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棒